娛樂圈一圈,我沙菲寶和林峯齊齊圈一圈 你想知的娛樂趣聞 復活節剛剛過完,大家有沒有充足電呢? 除了我們,以下這班明星都很享受節假日 鐵甲奇俠,Robert Donnie Jr.扮成復活套 擺出功夫姿勢,不知道他要挑戰誰呢? 美國天后,Madonna分享和家人 戴上兔耳頭色的美照 還挑戰彩蛋尋寶遊戲 一家人齊齊整整的還有碧咸 早前,碧咸夫婦趁著復活節假期 飛到美國,慶祝大兒子Brooklyn 和媳婦仔Nicola的結婚一周年紀念 之後他們一家人,又去湖邊度假 Victoria和女女Harper 以及Nicola都帶著Bunny套耳朵 很可愛 除了和家人慶祝 復活節一個人過,其實也很瀟灑 在復活節前一天 奧斯卡金像獎影后Harley Berry 才鋪了全身赤裸火辣椒 大鬆身材在陽台唱飲 配文,我做我想做的事 原來他之前有放出一連串 浴室全裸照,引來不少人批評 於是這次他再出招反擊 到了復活節當日 他又曬出在海邊回眸一笑的照片 性感又自然,真是挺漂亮的 今個月9日,香港資深演員吳耀翰因病離世 享年83歲 吳耀翰入行近半個世紀 無論是幕前或幕後 他對香港電影電視的貢獻良多 吳耀翰年輕時曾去到英國留學修讀戲劇 畢業之後參演過BBC劇集 眼見在異鄉沒有發展前途 於是就決定回流回香港發展 70年代他加入TVB 為雙聲部起造創作 由幕後做到幕前 後來又試開影業公司 身兼演員以及製作人 參演半斤白兩後 出資打開演員之路 吳耀翰拿手演喜劇 加上形象突出,深受觀眾歡迎 經典作品包括發展行、神勇雙響炮等 但最深入民心的就要數 福星電影系列裡面飾演大山地 而1983年上映的奇茂妙計 吳福星更為他帶來首個影帝提名 福星電影系列 令吳耀翰登上演藝事業高峰 令他豬籠入水 有傳80年代他已經身家過益 吳耀翰在90年代開始減產 間中都會客串電影 如今這位冷面少將離開了我們 絕對是影壇的一大損失 那些歌是敢的 大家一起聽歌聽故事 放好章節 拿起一條三色線放在電視上 再用小腳踩著來選歌 小時候就算不懂英文 這首經典舞曲你一定懂得唱的 今天就跟大家來聽這首 來自SmileDK的Butterfly 找回童年的節拍吧 童年這首的Butterfly 除了風魔跳舞戰 還是跳舞機神曲 無論是日本還是中國 亞洲地區的跳舞機都放著這首歌 超級洗腦 提起SmileDK這條組合名 其實是有段故事的 SmileDK是來自瑞典的二人類子組合 不過組合名中的DK 其實是丹麥的宿舍 他們當年打算在日本發行專輯 不過當地已經有組合叫做Smile 所以他們唯有在組合中 加上自己唱片的主要市場 丹麥 SmileDK的歌詞 沒有深刻意 他們用Smile作為組合名 是希望用最簡單的歌詞 和最活潑的旋律帶來快樂 MV的故事也很簡單 兩位成員, 乘坐蝴蝶形狀的UFO 來到極度抽象化的日本 尋找像武士一樣的男人 他們一開始就找到一對小朋友 接著就是一對白領 最後終於找到造型誇張的武士演員 就把他拉進UFO逃跑 故事雖然無厘頭 不過沒有了這首歌爆紅 一直到今天都是經典 提到2018年的日劇金曲Lemon 各位資深樂迷一定都聽過 這首神曲當年推出後唱到佳之航文 令日本樂壇才子米津原詩 升了成為近年J-pop界最紅的唱作人 經過五年, 這首歌經典依舊 早前再創新紀錄 MV在YouTube上突破8億次觀看紀錄 成功打破日本藝人史上最高紀錄 而他在3月份推出的全新單曲Lady 同樣話題不斷 上架當日, 首歌立刻包覽 全日本各種音樂榜共28個第一 同時找了Omicron數位單曲榜冠軍 將他的數位單曲周冠軍紀錄 推至第12章 名副其實的話題天王 新歌MV曝光之後 令不少網民又驚又喜 原來米津原詩一直以來 都用頭髮遮住右眼 誰知今次造型中婚之餘 還撈上右眼, 影真大變樣 看見偶像解放右眼 所有粉絲都讚他 整個人變得更加有型和陽光 這個夏天, 最值得期待的大片之一 一定有由影壇才女Greta Gerwig 撿到的Barbie真人版電影 荷里活巨星Margot Robbie 和Ryan Gosling 分別主演真人版的Barbie和Ken 將大家童年回憶的粉紅Barbie世界 在大銀幕上呈現出來 電影講述在Barbie樂園中 每個人都過著完美的生活 但Ken只懂得黏著Barbie 又看不順眼 由劉師母飾演的另一個Ken 他們兩個不斷鬥嘴 每天都爭風喝醋 預告片裡的Barbie世界 到處都是非常搶眼的粉紅色 由樂園的佈景設計 到Barbie的高跟鞋子 再到衣服都充滿夢幻感 其實最值得一提的 不是這條預告片 而是掛起最新的Meme圖潮流的宣傳海報 這次官方分別為每個角色 放出了一張宣傳海報 並且配上形容角色的短句 而正是這段精簡句子 令海報爆紅 不少名人 以及日本的電影人物 都變成了網民的改圖對象 例如殺人蛙梅根 Harry Style等等 每個創作都令人意想不到 各位同學 我是你們的補習社老師Nam Sir 今天要和大家上中文課 工作佔據生命已經是常態 就連打工仔經常都慎 有開工沒有下班 而在內地 這班長期被壓榨的年輕人 竟然紛紛加入躺平軍隊 躺平意思就是躺平 而躺平主義就是以不拍拖 不結婚 不生兒子 不做狗菜為目標 立志過低慾望人生 人氣韓劇 那年《我們的夏天》 裏面的男主角吹紅 就是一個經典例子 他自從與女主角 國賢秀婚首後 整個人變得很懶散 不上班又不見人 人生目標就是 躺著曬太陽 內地老牌演員葛優 更可以壞躺平主義的始祖 2016年 他在古早劇集 《我愛我家》裏面 氣睡梳化的劇照意外爆紅 掀起一陣葛優躺熱潮 躺平文化即正義的宣言 其實最初是來自內地網絡上的一篇貼文 文章一出引起萬千內地年輕人共鳴 但因為越演越烈 很快就連官媒都出手批評 平台就將文章刪除下架 其實一劇 《僱傭妻子》裡 就引用過一句匈牙利言語 逃避雖可恥難有用 與其和人爭崩頭 不如倒轉心態 以佛系生活態度面對一切 有一個樂壇的重要人物離開了我們 今個月8日 台灣知名作詞人 被稱為黑膠教父的李坤成 不適病魔離世 享年66歲 李坤成曾為不少天皇天后 創作經典歌曲 例如鳳飛飛的《心肝寶貝》 羅大友的《火車》 曾三次提名金曲獎 最佳謊歌曲作詞人獎 他還是綜藝天皇吳宗獻的音樂老師 製作過令徒弟 奪下金曲歌王專輯的《真心幻絕情》 不過真正令他得到關注的 是他和老婆林靜欣這段 相差40年的夜宣戀 2012年 他和當時朋友的女兒 年僅17歲的林靜欣相戀 當時搞得光動一時 一度被昔日的好友 也就是林靜欣的爸爸 控告他妨礙家庭 雖然外界批評不斷 不過他們兩個 依舊熱戀交往至今有10年 而就在住院期間 他們也完成了結婚登記儀式 被台灣社會關注10年的夜宣戀 現在因為李坤成病世 畫上了句號 我們和其他網民一樣 為林靜欣加油打氣 最近娛樂圈傳出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 來自西班牙的68歲女星 Anna O'Beregon 宣布透過代人彈下一女 而精主竟然是自己的27歲亡兒 Alice 據新聞報導 Anna的獨生仔 在2020年因癌病離世 對於剛剛出生的女女 竟然是兒子的親生骨肉 Anna就解釋說 兒子的最後遺願 是希望自己的小孩 可以誕生在這個世界上 所以寶寶不是她的女 而是孫女 由於代人在西班牙並不合法 所以她特意選擇到 美國買阿密進行代人程序 事件令西班牙 及其他歐洲國家的民眾哗嚴 加上她高齡照顧初生兒 所以網上的評論就彈多個讚 對於外界的評擊聲浪 Anna就霸氣反擊 說很驕傲自己可以創造奇蹟 大家又怎麼看呢? 娛樂圈奇蹟陸續有來 二年83歲的美國資深演員 James Cromwell 他在日前救出了一隻 即將被宰殺的小豬 根據動物保護組織的聲明 當時這隻小豬 是由卡車上掉下來 最終因為James的幫助 這隻小豬就從死亡線上奇蹟翻生 提到James Cromwell 他曾經很喜歡吃肉 後來他參加電影《Babe》之後 大受啟發 就決定要吃素 成為素食主義者 他表示拍攝電影的過程中 他有幸目睹豬的智慧 以及他們這麼好奇的歌星 所以徹底改變了他的飲食方式 這次他亦在捉緊機會 拯救現實中的小豬 還將這隻豬幫他改名 叫做Babe 現在Babe已經被送到一個動物保護區 過上了平靜的生活 相信大家都替他開心 娛樂圈何時都有這麼多趣聞 每一則新聞都話題十足 想緊貼娛樂圈最新動向? 記得每個星期收看娛樂圈一圈 C-T-Roll C-T-Roll